乐圈总是说不完 戏里戏外皆出轨 潘月明好尴尬 许董基的婚姻危机闹得是满城风雨 却又不得不重新出发努力工作 影员潘月明在之前好几次活动上 常常是尴尬面对媒体 而在昨天电影《脱轨时代》的发布会上 潘月明又再次囧了 因为在其中他出演的就是一个出轨的丈夫 而在现生活中 他自己却遭遇了妻子的背叛 于是当现场主创大聊出轨话题时 潘月明又显得格外落寞 你怎么看待出轨这样的事情 完全不给原谅 你同意要选他们三 你能说的吗 导演就代言就同意了 哪有谁说的 那你怎么先说的 你怎么先说的 你们俩都可以 小学姐说 谈到所有话题互相推脱 而当被问到对自己角色海报上的文字如何理解 潘月明更是直接转移话题 潘月明是放手啊来得起 你怎么理解 尽管在访谈节目上 潘月明坦然自己感情放下 但这样的难堪 其实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难怪发布会一结束 潘月明就以感同高为由 拒绝访问 为苦用被问出轨话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